安牙老爸老妈 这都是幼儿园的事情了 而且我怀疑自己是不是 卧槽 这 这是 我穿越了 怎么脑海中会有这么多奇怪的话题 不行 我要捋一捋 你好啊 学弟 你是新来的吗 你 你是 你是杨欢欢 你 你怎么知道我叫杨欢欢 你认识我 尼玛 我不仅知道你是杨欢欢 我还知道你是鬼子 那个 杨欢欢 你来找我 是不是想告诉我后山不能去 但不巧的是 我已经知道了 你回去吧 我们迟早会见面的 装神弄鬼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杨欢欢 十年前在后山教学楼 被音乐老师小迪从四楼推下来 当场死亡 死后冤魂不散 一直游荡在校园之中 若我所料不差 再有一个星期 便是五星连珠之日 更是迎获守心之时 你们是不是准备群鬼出动 拘魂锁命 你 你怎么知道 要是我告诉你 我是天命之人 能掐会算 你信不信 天命之人 什么是天命之人 不错 天命之人 来 离我那么远干什么 被我看穿了你在害怕 呵呵 后山有一条小路 那里隔断的王已经被腐蚀了 你应该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吧 还有 你成为魂魄之后 是不是吃了那颗菩提子 你 你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都跟你说了我是天命之人 赶紧回去交差吧 就说我已经上钩了 几日之后 我会去后山的 等我去后山之时 便是你等解脱之日 滚吧 既然大人已经洞悉一切 那欢欢自当听从 谢谢大人 曹尼玛 吓死老子了 这个杨芳芳可是货真价实的老鬼啊 幸亏老子激烈 溜了溜了 看来我真的是穿越了 还是这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环境 不错 不错 二大爷 我想起来了 二大爷后来好像也被蛊害死了 哎 重来一次 我一定不能让这些事情再发生了 他现在应该在学校门口 我记得穿越之前 二大爷给我安排的好像是单人宿舍 好家伙 那里有个吊死鬼 不行 不行 不能去 还是直接去学生宿舍吧 喂 二大爷 你可算给我打电话了 喂 乡子 你在哪呢 我怎么没见着你啊 我 我在男生宿舍这里呢 我自己闲逛闲逛 哦 你小子怎么知道学校宿舍在哪里啊 真奇怪 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好一会了 你小子还真会跑 哈哈 二大爷 我马上来找你 你稍等 乡子 我在这 哎呀 卧槽 你大爷 你可别独自快从老子身上下来 被你勒死了要 你小子怎么回事 抱着我干什么 奇奇怪怪的 几年不见 你不会有了什么奇怪的癖好吧 没有 我就是好久没见到你 想你了 尊度假度啊 你爹呢 没跟你一起过来 我爸爸妈妈没来 应该是出去办事了 二大爷 谢谢你帮忙 不然我的成绩这么差 肯定上不了大学的 不过你放心 我既然来了 肯定会抓住机会的 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调皮了 本来还打算数落一番这小子 没想到他居然能说出这么一番话 看来有所成长啊 小子看来开窍了 不过这样也好 省得我多事 那个 强子 你说的不错 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己缺点的人有很多 但是能知改知的人却很少 不错不错 我刘哥后继有人了 谢谢夸奖 二大爷 我想跟你打听个事 咱们这个沙雕镇上 是不是有一个沙雕道观了 你明天能不能带我去一趟啊 嗯 道观 你小子干什么 你要去当道士 刚才还说要好上学呢 怎么忽然就整这处 我是想着 爸爸妈妈为我来这里上学 肯定花了不少心血 所以 我准备去替他们上一炷香 卧槽 难道要我告诉你 我穿越了 那里有我需要的东西 哦 原来是这样 差点错怪你了 那行 不过现在天色不早了 明天白天我带你过去吧 哦 对了 忘了跟你说 你上的是夜郊 宿舍呢 我也给你安排了 是我之前住的单人宿舍 现在我带你过去看看 你行李呢 二大爷 我就不搞特殊了 什么单人宿舍的不好 免得到时候有人说你以权谋私 我还是住学校的宿舍吧 那个我行李在菜鸟驿站呢 明天去拿 晚上我和同学们挤一挤就行了 那也行 你爹之前还跟我说 让我好管教你呢 看你小子现在懂事不少 如此可教啊 我知道 我爹肯定担心我晚上溜出去 上网不学好 所以才让我晚上上课对吧 哈哈 可以 我能理解 我会好好学习的 争取两年就毕业 通过学校这个平台 努力地重拾自己 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 好 有志气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呀 既然你已经去过宿舍 那你就自己过去吧 我这还有点事 我就走了 明天早上我给你打电话 到时候你来学校门口 我带你去那个什么杀雕道观 好的二大爷 慢走 请问这里是206宿舍吧 你是谁呀 来我们宿舍干什么 你这话问的 我来宿舍肯定是睡觉啊 学校安排的 我也没办法 不过这里是不是206啊 我听说206宿舍的田二狗 和无名为人非常仗义 而且还富有爱心 更重要的是 这两个人都长得非常帅气 你们听说了吗 这个嘛略有耳闻 哈哈 那个什么 你说的不错 我觉得田二狗 还是比较帅的 而且侠根一胆 最爱出墙扶弱 不对 我觉得无名才是最帅的 他是所有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更是一表人才 而你 看你那鸟窝发型 我就想笑 好low逼哦 你个狗 你是不是想打架 来 今天爷爷 非要把你想打出来 你说谁是漏逼 哎呀呀呀 两位兄台 不要伤了和气 咱们都是一个宿舍的 以后都是兄弟 别为了一点小事 就争得不可开交啊 在我看来 你们两人都很帅 就像我觉得自己也很帅一样 我觉得大家一起帅 才是真的帅 对不 说的不错 大家一起帅才是真的帅 兄弟果然会聊天啊 你这个朋友 我交了 嘿嘿 行 我告诉你们 我二大爷是教导主任 所以 咱们只要好好表现 好处多多 那个什么 二狗兄弟 晚上我跟你挤一挤呗 那个什么 好兄弟 跟我睡吧 我愿意帮你喂义父 二狗的杯子臭 我去 无名我操你大爷 义父 快帮我打他 哈哈哈哈 我操你妈的 你再说一次 你妈的说 你又怎么了 偷东西还不承认 我给你一个机会 赶紧把东西还给老子 否则 不是老子拿的 你给老子滚远脸 嗯 大青早的外面在场 死鸭的嘴硬是吧 好 无名 你去喊老师过来 你以为 我怕你啊 你少跟我狂 没看到 我表哥阿泽吗 他已经大三了 你再牛逼一个试试 大三又怎么了 大三就可以为所欲为骂 大三就可以欺负低年级的学生吗 搞清楚 这是学校 不是你们家 小子说话挺冲啊 如果我现在说阁下偷了我的钱包 没有任何证据 你又如何应对呢 居然说我表弟偷东西 真是笑死人了 说不准是去厕所拉屎的时候掉毛坑了 死鸭子嘴硬是吧 好 无名你赶紧去把老师喊来 我就不信 偷东西还有理了 臭小子 有种你再说一次 干什么 难道你还想打人 打你怎么了 平白无故地诬陷我表弟 揍的就是你 我说这位同学 你叫阿泽是吧 你也太狂了吧 这是学校 动不动就打人 来 有本事你动我试试 表哥 他装逼呢 揍他 他妈的 不然这群傻逼以后 肯定还会欺负我 你们在搞什么 大青早的在这里打架是吧 都给我助手 那个染黄毛的家伙 你过来 我记得你是大三的学生 你来大一宿舍干什么 收保护费都收到这里来了 不是啊 番茜老师 这是我表弟 我早上过来看看他 然后刚好碰到 他们在诬陷我表弟偷东西 我是好学生 怎么会收保护费呢 还说没偷 要我拿证据是吧 来来来 我们宿舍门头 有个监控 我他妈还能看错了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走 看监控去 人家有监控 你到底有没有偷东西 我 阿泽是吧 你表弟这是犯罪 你最好让他坦白从宽 看来真的是这小子偷的 那个什么 兄弟 还有番茄老师 我这就把他抓回来 没想到真是这小子干的 最近好几个学生 都说东西丢了 这种人学校不能要 回头把他开了 那个穿条纹衣服的 你就是刘强吗 这是之前的番茄老师 让我想想 难道因为我的原因 时空发生了错乱 故事也变得不一样 肯定是这样 你好呀 番茄老师 听说你的国学知识非常丰富 其实我也很喜欢国学 以后我要多向您讨教讨教了 当然可以啊 英主任前几天就跟我们说过你了 不错不错 一秒人才 我最近在研究量子纠缠 有兴趣去我办公室聊聊 今天这件事不要传出去 否则对学校的名声不好 知道吗 放心 番茄老师 我知道怎么做 那个阿泽还挺聪明 一会他肯定说没有追到 这件事情 学校肯定会严肃处理的 这是犯罪行为 不管那个叫阿泽的能不能抓到 他都跑不掉 学校有档案的 做人莫伸手 身手必被撞 老师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 行 我去你们宿舍看个监控 诶 翔子 起床了吗 我已经到学校门口了 你过来吧 我也就早上有时间 你们晚上要上课呢 好的 二大爷 我这就过来啊 小红的事 算了 让他们自己处理吧 偷东西被抓 好歹也比死了 师傅 你干嘛呀 吓死我了 一个懒货 也不看看都什么事实了 还在睡觉 昨晚是不是偷看小电影呢 啊 圆梦啊师傅 我从来没有看小电影的习惯 不对啊师傅 平时你都不太管我 怎么今天叫我起床啊 呵呵 近日为时有客人来 你去烧点水 顺便去山下买点烤鸭 烤鸡什么的 哇哦 那太好了 我这就去 翔子 早上吃早饭了没 还没呢 刚起来就被门口吵醒了 番茄老师也去吧 嗨 学生之间偶尔争吵很正常 尤其是大学生 还是男生 大家都血气方刚的 嗯 但今天这个事情 好像挺严重 田二狗的钱包丢了 怀疑是小红他们偷得 我来的时候 他们正在调监控呢 现在也不知道处理得怎么样 孩子 学校其实就像一个小型的社会 尤其是大学 什么人都有 偷东西的 打架的 谈恋爱堕胎的不要太多哦 所以啊 你要适应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做好自己就行 更不要一时冲动 做自己把握不了的事情 到时候就后悔终身了 嗯 我会记在心上的 谢谢二大爷教导 嗯 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学校里面的事情 我还是能搞得定的 咦 那边有卖早餐的 走 带你去吃点早餐 老板 来四提小龙包子 你们这有位子坐着吃吗 咱们这就是路边摊 一般都是买了就走 没有位子 说老板 抱歉了 没事 那你提给我吧 我们去旁边吃 包子还有吗 给我搞两提 有有有 稍等哈 马上好 咦 这不是阴主任吗 这位是 咦 这不老杨吗 好多年没见到你了呀 这是我家里的侄子 带他出来吃的早餐 来 箱子叫杨叔叔 杨叔叔 怎么样啊现在 哪有怎么样啊 镇子上开个奶茶店 狼 就这个 马马虎虎虎口而已 跟我还装呢 我可听说镇子上的 十几家奶茶店 都是你的吧 你小子以前就聪明 赚钱赚到手软 真不错 哪有啊 就随便搞搞 对了阴主任 我家那小子 在学校没给你惹麻烦吧 没呢 聪明得很 跟你小子一样 那就好 来来来 我请你们喝杯奶茶 那个什么 强仔 以后来镇子上完 书这里的奶茶随便喝 免费 哎呀 老杨 客气啥呀 我曹 免费喝奶茶 不错 我喜欢 你小子干什么不好 为什么要拿别人东西 自己没有吗 现在证据确凿 不仅有监控 还在宿舍的柜子里 发现了脏物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表哥 救我 我不想坐牢 喊什么喊 谁都救不了你 等待你的僵尸法律的严惩 跟我回去吧 把所有的犯罪 经过详细说一遍 表弟 坦白从宽 警察同志 他还小 番茄老师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救救我表弟 他不懂事 别让他坐牢啊 哎 阿泽啊 他这种行为 已经触犯了法律了 法律会公正的 你也不要想太多 对于他来说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以后他就会懂得 做人的道理 更不会随便 拿别人的东西了 现在爽了吧 叔父哥 是他的最有应得 那个什么 番茄老师 我还有课 我走了 臭小子 你等着 我迟早会跟你算这笔账的 来来来 小壁纸 要是怕你威胁 老子就不叫二狗了 杨叔叔 你儿子叫什么呀 回头认识认识 多个朋友在学校 也不会受欺负 你小子什么时候 还学会拉帮结派了呀 可别搞黑社会呀 哪门啊 我可是好学生 只是交个朋友而已 杨叔叔送的奶茶真好喝 我儿子叫杨小明 也是上的夜课 要是遇到了 你们可以聊聊 年轻人在一起 也能谈得来 不聊了 那个什么老杨 我还有点事 我们就先走了呀 回头再来找你啊 杨叔叔再见 再见 有时间来玩 应该就是这里了 咱们进去吧 沙雕店 这名字真沙雕 也不知道是哪个 沙雕小众 再过几日便是五星连珠 我能感应到教学楼的封印 会在那一天松动不少 到时候大家有怨的抱怨 有仇的报仇 让我们在血河岸的深渊中 偏偏起舞吧 杨花花 外面怎么样了现在 大人 外面已经很少有人 记得后山教学楼了 我这次出去 刚好碰到一个傻小子 他对这里很好奇 我想着 等他过来的时候 再将他掐死 神不知鬼不觉 好 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我已经太久 没有吸食心心训业了 等你好消息 那小子到底行不行啊 看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也不像在撒谎 哎 走一步看一步吧 林主任呢 我刚打算找你呢 没想到你就过来了 真是缘分 我的天大道长 咱们快有十年没见了吧 你还是和十年前一样 丝毫没有变化 不像我 头发都快掉光了 您找我什么事啊 臭小子 过来 这是我徒弟 叫刘燕 这小子从小跟我四处游历 如今已经十八岁了 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让他去你们学校学习学习 混个文凭 这是其一 其二呢 频道掐指一算 学校后山教学楼 会在几天以后 群鬼出动 群 群鬼出动 难道和十年前那次一样 可十年前您不是布下阵法了吗 如今封印松动了 所以就危险了 不过也有补救的方法 我这徒儿会帮你们解决这些事 其三呢 你侄子 也就是刘强 脑袋里面长了颗刘子 若不及时摘除 恐有性命之忧 强子 你脑子里面有肿瘤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道长 你别吓我呀 福生无量天尊 贫道乃出家人 从不说谎 不信你可以问问他自己 强子 什么时候的事 从去年开始 就经常感觉脑袋里面 晃晃悠悠的 摇头的时候 就像有东西在里面 哐当哐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来学校之前 我去医院体检了一下 脑袋里面确实有个黑影 二大爷 这件事你别告诉我爸爸妈妈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卧槽 那怎么办 道长 你既然能一眼看穿 那定然有救治的方法 希望看在多年相识的份上 救救孩子吧 福生无量 既然你求我 那自然是没问题 只是 我这徒儿就拜托你了 若是让我治疗 那么就让这小子 留在道观吧 三天之后来接的 我定然还你一个健康的人 这 可是他今晚还要上课 怎么办呢 难道让你的徒弟顶替他 这也不行啊 哈哈 你且瞧好了 三天之力 王军姐 青龙白虎 侍卫我这 我操 师傅你也太牛逼了吧 道长 这 怎么会有两个墙子 我说居士啊 你也太不懂 行了吧 这是化神术 又叫分神术 乃我道家高洁神通 用胡人精血便可施展 幻化之人 只能显性三日 时辰一道 定然随风完散 神奇无比 就你多嘴 你会了吗 啊 这可是高洁法术啊 我 我还不会 那你显摸个屁 殷居士 这尊分身 寻常之人 是看不出来的 那个刘强 去咬过手指 滴一滴血上去就可以了 便可拥有你的部分思维 他听到便是你听到 他看到便是你看到 玄妙无比 但一个人一辈子 只能用一字 去吧 既然这样 那行 我三天之后来接他 翔子 你在这里 你可别给道长添乱了 配合道长知道吗 我知道了 二大爷 你就放心吧 嗯 我草 他还会说话吗 废话 你会说话 我当然会说话 咱们是一体 我就是你 但你却不是我 知道了吗 那个什么 二大爷 我们回去吧 让本体在这里治病 我草 这 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那什么 道长我三天后来接我侄子 刘彦 你跟我一起去学校吧 师傅 我今天就去吗 想去便去 闻师何时限制过你的自由 我草 太好了 终于可以下山了 那个什么 殷主任 走走走 咱们现在就去学校 我先去房间 收拾一下行李 等我一分钟 我草 他怎么跑这么快 我等修道之人 会写进攻 很合理吧 走了 道长 那我就告辞了 好 即使慢走不走 哎呀别笑了 你们听说了没 据说晚上在没人的地方 玩比先会招到鬼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们有人玩过吗 我说词啊 这个世界上哪有比先呢 都是假的 恶作剧而已 我上高中的时候 就和同学们玩过了 啥也没有 怎么 你想玩比先 不是吧 我可听说这玩意挺邪乎的 你玩过 你跟我们说说怎么玩的呗 我靠 你们胆子这么大吗 我上高中那会也想玩 但是后来没敢玩 我听说要去那种 阴气重的地方才有效 是真的吗 是有这个说法 这个游戏没啥好玩的 还不如出去逛街呢 不会是因为你胆子小不敢玩吧 你们听说了没 据说这个学校后山的 教学楼那边闹鬼 去那边玩比先 敢不敢 不是吧 你们真的想玩比先啊 可是我觉得那个游戏好惊悚啊 电视上好多人玩比先 最后都死翘翘了 我可不敢玩 我也只是个提议而已 因为这种灵异事件 我还从来没见过呢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们有人见过鬼吗 见过比先吗 都没有吧 所以没事 不过咱们都是女生 贸然出去的话也不好 这样 咱们去男生班上找几个男孩子 就说一起去探险 到时候咱们晚上在草地上看星星 吃烧烤 多温馨呀 还有铜灰 那个叫什么勇的 不是很喜欢你吗 把他也喊上 到时候让他给咱们提行李 这真的要去玩吗 独强啊 是不是现在所经历的事情 都宛如重生一般 第二人生的体验感觉怎么样 道长 这 这你都知道 果然是得到高人啊 哈哈 一切因果造化早已注定 正如很多人都在脑海中 闪过似曾相识的记忆片段 只是云云众生 又有几人能看破 后山教学楼的事情 不能重演 否则无辜惨死的人太多了 还请道长教我怎么做 刘强啊 你看这奔流的大河 展翅的飞鸟 都是人骄的吗 好深奥啊 道长 我不太理解 我就是来请你帮忙的 否则以我现在的能力和本领 任何事情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重演 你这个家伙倒是挺诚实 行 先到这里有三种术法可以速成 第一种是打排出老千法 第二种是内裤套头跑路法 第三种是说脏话骂人法 你想学哪个 道长 什么打排出老千 内裤套头跑 说脏话骂人 这是术法吗 怎么名字听得怪怪的 你听错了吧 贫道修行多年 怎么会做这种卑劣之事呢 我说的是兵马召唤术 金身不破术和太极掌心雷 你肯定是听差了 兵马召唤术 金身不破术 太极掌心雷 我的天 光听名字就很屌啊 这三药我都想学 道长教我吧 你小子还拐谈心啊 你只有三天时间 不知道能不能学的会 若贫道为你灌顶伐随的话 倒是有可能 也罢 为了你这一律分身能够积攒功德 今晚三更 寻到为你开挂 开什么 开外挂 那边有个兔子 偷了我的胡萝卜 你去把他抓住 晚上咱们烤了吃了 小明啊 感觉学校怎么样 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要是遇到人欺负了 你就去办公室 找教导主任 你爹我跟他可是 从小玩到大的哥们 老爸 你剪的破烂 还能是我们学校 教导主任的哥们 别吹牛了吧 骗你干嘛 你知道老子天天收破烂 供你上大学容易吗 你一定要好好加油 给咱们老杨家争口气 知道不 我去给你买杯奶茶 你在这等我 别乱跑 知道了老爸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旁边这辆车好帅啊 将来赚钱了 我要买两辆 一辆自己开 一辆给老爸 那个什么 小巢 给我拿一杯酱香柠檬水 拌糖 知道了老板 等一下就好 嘘 别叫我老板 叫我老杨 而且用嫌弃的眼神 看着我 快 哦 好的 那个谁 叶猫子 快去做奶茶呀 发什么呆啊 好的老板 我这就去弄 马上就好 咦 老杨 你这是整哪出 阎主任 你们怎么在这里 我们刚好办完事回来 路过你家奶茶店有点渴了 就过来买两杯 我刚才听你说这话的意思 你儿子不知道你开店 老阴呢 实不相瞒 我做生意开店这事 我儿子一点也不知道 我一直跟他说 我在收破烂呢 想用这种方法 来鼓励他好好学习 你可别给我传帮了呀 我的天 老杨 你还真是煞费苦心 围着父母的 又有哪个不忘子成龙呢 这小子上初中 那会天天打架 整个一败家子的模样 你也知道我们老杨家都是单传 等他将来长大了 自然能理解老子的一番苦心 好啊 好 你小子脑子就是聪明 你这话说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那个主任 我去看看我家那臭小子溜了没 回头聊 今天这对我请了 你怎么还在晃来晃去的 我的酱香柠檬水好了没 勇哥 我们后天晚上有个活动 你要不要一起参加呀 后天晚上的活动 什么活动啊 后天是晝溜吧 是啊 你有空吗 我们几个女生准备去探险 有点害怕 你这么高大强壮 能陪我们一起吗 行了 既然是你开口 那没问题 保在我身上了 你看 我说一定行吧 那勇哥 咱们周六晚上八点钟 学校后门口集合哦 慢着 你们说什么 学校后门口 你们 你们难道是想去探险 是啊 我们准备去探险 吃烧烤 看月亮 傻貌 这还不懂吗 童辉想和你一起看月亮啊 怕什么 可是团说探险很诡异 闹鬼啊 你们几个女生胆子真大 你们不害怕吗 什么闹鬼不闹鬼的 你见过吗 反正我不信 我没见过 而且勇哥 你看 我们女生都不怕 一个男子汉胆子还这么小 咱们又不是去后山深处 就在学校后门口 和后山交界的地方呢 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以 到时候你们直接 给我打电话吧 怎么样呀 二狗哥哥 我觉得没问题呀 小屋 红里 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咱们一起聚餐 肯定没问题啊 不过咱们去哪里聚餐呢 公园吗 还是哪里啊 最近秋天 天气干燥 好多公园都不让带火啊 小屋说得不错 我小时候中秋节 放火烤芋头 结果把人家的草 都给点了 吓死了都 那咱们不去公园就行了 学校后山那边就挺好 咱们一边吃着烧烤 一边看月亮 不过事先说好 我们女生带饮料 你们男生买吃的哦 学校的后山 学校后山那里 不是被锁住了吗 那里能过去吗 能过去啊 我们刚才还去看了 那边的铁网有个缝 刚好可以一个人过去 咱们要不换个地方聚餐呗 忽然出现一个鬼 站在你身后吗 笑死人了 没想到二狗 你还挺封建迷信的 大家都说你胆子大 没想到是假的 算了 就当我们没说过吧 真累重 我们去找其他人玩 卧槽 你给我站住 你说谁没种 不就是去后山吗 小爷去就是了 后天是吧 谁不去谁是小王八 后天晚上八点 学校后门口集合 谁不去谁是小王八 劫走了 小王八别下哭了哦 哎呀卧槽 气死我了 你这个家伙 怎么这么泼辣 狗哥 狗哥 别跟他斗气 气什么 咱们到时候去就是了 他奶奶的 这娘们还挺辣 不过我喜欢 嘿嘿嘿 吃完了没 卧槽 怎么一整个兔子 都被你吃了 怎么不留一点给我呀 道长你也要吃兔兔吗 兔兔这么可爱 你们修行之人 不是不吃肉吗 我 我 对 我就问你一下 我不吃肉 我不吃肉 你准备好了吗 咱们要还是了 要开始什么呀 替你小子开挂呀 废话真多 你现在闭着眼睛 什么都不要做 什么都不要想 放松神识 不论听到什么 感受到什么 都不要睁开眼睛 更不要说话 好的道长 我知道 天地有正气 杂然负流 闭眼 天地有正气 杂然负流血 我说你小子搞什么鬼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好吧 你还要不要学习道法了 道长 不是 那个 我想 哈哈哈哈 我去你妈的 曹你妈 真他妈臭 天纷纷 一纷纷 有请三坛地老精 身既轻牛 出京 一手玄关分天下 使令无几道清坤 关顶发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能够自行运转大脚周天了 不错 看来传法成功 也算了了一件新事 再被你开个天眼 降妖附魔咒也传给你 你妈 这下要是还对付不了后山的群鬼 你就可以去死了 小杏 来 这是给你的礼物 你干什么 我不要你的生日礼物 你不是说等我到了18岁 就告诉我妈妈的下落吗 今天是我生日 刚好18岁了 你说啊 哎 你妈妈十年前就已经没了 我担心你难过 所以才一直没告诉你 不 你骗人 你骗人 小杏啊 你别这样 若是你真的想见到你妈妈 我倒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我知道你想找你妈妈 我也知道这件事 瞒不了你一辈子 所以 我之前去庙里问了一个大师 他给了我一个指人 你妈妈就在学校后山 走过小株林 便能看到一棵槐树 你只要滴滴写在这个指人身上 然后再将这个指人放在大树之下 就可以找你妈妈了 为什么要放在大树下面 因为你妈妈的尸骨 就埋在那棵槐树下 好 那我现在就去 慢着 我给之前的同事打个电话 应该能让你去那所学校 你去收拾一下行李吧 好 喂 大贝亚 妈妈我已经十八岁了 我长大了 他们都说你是败女 可我不相信你是那样的人 以前的事情 我一定会调查和水落石筑的 妹子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想跟哥说 哥 这个周六晚上我不回家了 我在学校和同学们住一起 你已经是大学生了 哥也管不了那么多 凡是你自己把握就行 嗯 哥哥最好了 我们准备在学校后山吃烧烤呢 他们都带男朋友 要不 哥你陪我一起去呗 你自己去就行了 我周六还要值班呢 最近堆里的事情多 我就不去了 要是遇到危险 及时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哥 那我就不打扰你看书了 嗯 去吧 我还要工作呢 嘿 小光 你看那边有个算命的 我告诉你哦 我小时候算过 那家伙老准了 你信不信这个 这玩意有什么信不信的 算得准就信 算得不准就不信 过去看看就过去看看呗 那成 咱们就过去算算 什么时候能发财 哈哈 大师 算命怎么收费的 这位居士你好 请问你算什么 不同领域 价格不同 大师 我们来算前程 算算啥时候能发财了 对对对 我们两个人都算一下 好 那就从这位居士开始吧 居士可以把手伸出来 老夫摸到你的手骨即可 大师 这就完事了 怎么样 别急 别急 还有这位居士呢 过来 给你们一起算了 大师啊 你 你叹什么气啊 你摸出什么了 是啊大师 有啥你就直接说 你这么叹气 整得我们哥两心里慌慌的 两位居士啊 从骨巷上看 你们俩都是灵脚分明 骨巷方正圆润之人 所以你们两位身体都很健康 工作也还不错 想必都是编制的工作 是学校的老师吧 我操 大师 真神了 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发财啊 还有你刚才叹气 是为什么啊 发财 你们能不能保住小命都两说 还发财 不过若是大难不死 则定有后福 不是吧大师 这此话怎么说 为什么我们两块保不住小命 两位居士啊 刚才通过摸骨 再根据密法推断 两位会在七天之内有血光之灾 稍有不慎 便会万劫不复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送两位居士一首诗 强笑无笑容 自问我所知 就此并列宫 命赐龙权重 命机便在这四居士之中 两位居士自行参悟吧 平道严谨于此 本次问卦 不收费用 真的假的 算命居然不收费 还真的是第一次见 大师 多少收一点吧 只要你开口 平道刚才说了不收费 就真的不收费 两位居士自变吧 嗯 番姐 你跑什么 怎么了 不收费不是挺好的吗 还不用给钱 你懂个屁啊 你是不是没看过 沙雕小道士的动画 他说算命先生 只有一种情况下 给人算命不收钱 嗯 沙雕小道士 确实没看过 不过听你这么一说 我以后要关注一下 那他说什么时候 算命先生不收钱 什么时候不收钱 那就是问卦之人 要死的时候 亦或者给死人算命不收钱 所以你高兴个屁 卧槽 不是吧 可这不是瞎扯的吗 大师刚才送的四句话 听明白了吗 回去打印下来 咱们好好参悟参悟 我记得呢 强笑无笑容 此问我所知 就此兵列宫 命子龙全中 啥意思呢 这就是掌握了 这就是掌握了 道法精髓的状态 真的是太奇妙了 似乎面对任何问题 都有解决之道 精神力波动 若是笑容 可来前提连训 是道长的声音 果然是得到高人了 竟能让我这样的废柴推荐大 我本来还以为 你要三天时间才能消化呢 没想到这才过去一天 你就融会贯通了 不错 不错 虽然资质余的 但开窍之后 明显进不神速 刘强谢过老师栽培之恩 此生此事 都难以报答 起来说话吧 我用得着你报答吗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对了 你道迹已成 说说看 你感应到了什么 韦老师的话 弟子冥冥之中 似乎能感觉到 命运的契机牵扯 正在学校那后山之中 不错 你居然还能感应到命迹 以后大有可为啊 要知道并不是 每一个通过法脉 传承的玄门弟子 都会觉醒道迹 如今的你道运已成 自然也会感应到 诸般神通妙法 若你能将后山之事 妥善处理 也不枉我为你 渡经传道一番 此件事了 何去何从 你自行便是 感谢老师再造之恩 如今 刘燕师兄虽然 已经去了学校 但恐吏有不待 事不宜迟 我还是去后山 观摩一阵 想来 有老师赐下的 玄门功法 也不具寻常的孤魂野鬼 我等修道 念头通达便是 在行中之 在之中行 天人合一 不外如是 你可寻刘燕和你一起 此子虽是我 玄门之人 但我却并未传他法脉 也为他乃是 佛门护法金刚转世 此番历劫 刚好也是他的命数 好了 行道要出去抛 办大事了 你自己玩吧 老师再见 弟子也告辞了 对不起 能发打的电话 算了 估计二大爷有事情在忙 我还是打车去学校 那一切 就拜托兄弟你了 小兴和殷主任 一起去吧 不用客气 改天咱们再好好聚聚 我先带小兴去学校了 如今分身还未消散 不能让同学们看待他 引起恐慌就不好 还是直接去后山吧 咦 强哥 你去哪里呀 是二狗啊 二狗 你怎么在这里 哦 我没事 刘大娜 顺便买点卫生纸 你去哪里呀 我也刘大娜 我四处逛逛 一会就回宿舍 你别管我了 行 那我去拉屎了 一会回来开黑啊 你昨晚上 分可太猛了 好呀 等我回来上分 不对 二狗刚才过去的时候 怎么有一束黑光在耳朵上 这是生死桥 二狗怎么会遇到生死桥呢 我记得时间回宿之前 二狗并没有去后山 难道这几天发生了变故 我得抓紧去后山看 这里我记得上一世来的时候 碰到了红白霜上 不知现在还在不在 你是什么人 来这里干什么 哥 别跟他废话 弄死他 小提害胆子不小啊 道子呀 为什么这个东西 一两个没法法 去 谢震 红白双煞 我问 你们答 听到没 听到吗 好 第一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是这个卡通的样子 因为天道规则限制 我等不能随意变成恐怖形象 否则便会深厚不通过 放屁 我等做的是恐怖悬疑动画 若是没有恐怖悬疑的画面 叫什么恐怖悬疑 道友们看的也不过瘾 若是没有恐怖画面 那还不如去看喜羊羊 看什么恐怖动画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第二个问题 我愿施展神通 祝你们两位轮回 再是为人 愿不愿意 那必须愿意啊 只是我们两兄弟 还有一个心愿 就是回家看看爷爷 大师 你能帮我们遮个忙吗 诶 实不相瞒 你们的爷爷已经去世了 虽然杨寿已经 但他英寿还有 若是你等愿意往生 没准还可以在英曹地府 与其相见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至于你爷爷的尸骨 之后我会去处理他 来 不要说废话了 去吧 天地伟力 与我神方 前有皇神 后有岳章 轮回之术 鬼门 开 进去吧 谢谢大师 大师你可又当心了 学校后山深处 特别危险 那里的鬼特别强大 散 我的天 红白双杀 这么轻松就搞定了 老师教我的这几招 也太牛了吧 哼 一鼓作气 杀到教学楼去 这棵树怎么这么重的阴气 而且有群鸭气息 莫非另有玄机 不如开启天眼看看 小光老师啊 这位是新来的同学 叫小兴 分在你们班 你给安排一下宿舍什么的 那个谁 凡姐 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说点事 知道了主任 您慢走 你叫小兴师吧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先带你去宿舍吧 不然晚上没地方落脚了 好点 让老师费心了 江哥你回来了 咦 这不是小明同学吗 你怎么来我们寝室了 二狗哥你好 主任今天安排的 我们宿舍那群人太吵 每天晚上都不睡觉 所以我就跟主任说了 给我换一个 于是他就给我安排到 你们宿舍来了 哦那欢迎你啊兄弟 你们在看什么啊 怎么哇哇乱叫 当然是杀掉小道师的视频了 你最喜欢的阿婆主呢 哇哦那可太棒了 带我一起我也要看 对了小明同学 一会上番茄老师的课 可我的书找不到了 晚上咱两坐一起吧 借你的一起看 行啊没问题 不过二狗哥 我听别人说 你在学校势力很大 以后在学校 你要照着我 我跟你混了 跟他混 你还不如跟我混呢 你没发现我们说话的声音 还挺像吗 不过话说回来 你既然加入了206宿舍 那就是自家兄弟 大家都会照顾你的 卧槽 无名你挑事而是吧 那个小明 你跟我混 哥这个礼拜六 带你参加聚会活动 有好多漂亮妹妹啊 卧槽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你知道个锤子 一下午都看不到人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比你长得帅 不要脸 切你就吃醋吧 不管怎么说 也是我比你更帅 不然女生 怎么找我不找你 而且还是女生般的小文 阿里还有小灵 他们来找我的 估计不少女生 强哥你去不去 如今本体已经回来了 正在后山部 把红白双杀 这群家 不做死就不会死 不过按照本体 现在的道德 若是没有其他辩论 在周六之前 把后山的问题解决掉 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个二狗 我也去 咱们一起 以后你们就是一个宿舍的 记住 不要打架惹事我 我还有事 走了 小光老师再见 红米 咱们再回到 刚才的话题 你说女生 邀请你们去吃烧烤 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虽然我是新来的 但是我最喜欢探险了 一定要混进去看看 师傅交代的任务 一定要完成 刚才在想 怎么去后山呢 没想到机会 快要来了 留言说的对 我也去 听红米你的意思 好像有不少女生啊 我长这么大 还没谈过恋爱吗 不知道能不能 嫁到女孩子微信 嘿嘿 确定四星期六晚上吗 那咱们买点什么东西好呢 妈 我要来找你 是的 我估计至少有六七个女生吧 我可跟你们说啊 那个叫小文的我很喜欢 你们别跟我抢哦 对了 既然是烧烤 咱们要不要买个烧烤架啊 什么的 我看网上也有 要不要搞点小酒 喝多了好办事啊 你嘛 要不要告诉他们 后山闹嘴呢 算了 还是不说了 免得被嘲笑 红米讲得不错 不过烧烤架就不用买了 我家里有 我到时候直接回家 拿过来就行 另外 大家周六都打扮得帅一点哦 女生班这次去的 可都是美女呢 也不知道我能不能 谈个女朋友 我长这么大 还没拉过女孩子手呢 溜死人了 我也推辞不过 所以就把他招进来了 但是我总感觉 这小子怪怪的 却又说不上哪里奇怪 我平时事情多 你多上上心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的主任 我知道了 嗯 因为有些话 我也只能对你说 小光毕竟是新来的 咦 范姐 我怎么感觉 你和小光 今天脸色都不太好啊 你们下午不是 还一起出去泡澡了吗 没什么事吧 不瞒你说 下午我和小光 从澡堂出来之后 路过一个 算命先生的摊位 小光说想算算财运 于是我们就去了 结果那瞎子摸了摸手之后 竟然说 我和小光七天之内 要有血光之灾 你说这玩意整的 我到现在 心脏都碰碰碰的 不是吧 居然有这种事 其二呢 频道掐指一算 学校后山教学楼 会在几天以后 群鬼出洞 我操 莫非警道长说的 即将应验了 警道长 什么警道长 还记得十年前 给后山教学楼 做法师的那个道长吗 就是他 我昨天早上见过他了 他说后山教学楼 那边会出事 不过他派了个徒弟 来处理这件事 就是刘彦 你应该见过的 然后你今天 那么你要注意了 我隐隐感觉 应该是在后山 只要你和小光老师 不去后山 应该就没事 多多注意 我相信道长 会处理好的 哦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心里就有底了 反正死也不去后山 就完了 对 这是个什么东西 怎么像个木牌 而且还是桃木的 上面还刻有 封印镇底 但却消散多年 现在就是一块烂木头了 再往下就什么都没有 奇怪 这棵槐树有古怪 俗话说钱不在丧 后不中槐 这后山之中 为何有这么一棵 粗壮的槐树呢 若是后山叫学楼 未封之前 这棵树倒是可以 散影巨阳 但如今按照 五行八卦的位置来看 这里却是昆卫 昆卫重数 而且还是槐树 这是风水局中的煞局 找个时间 我得把这树给砍 不如试试太极掌星雷 踢他一掌试试看 大风起 西云飞扬 无非修行走四方 若见人间不平视 天赐妙把这黑杀 太极掌星雷 谁 谁 谁在攻击我的本体 说 是不是你 冤枉啊大人 这么多年 我一直勤勤恳恳地 服侍着您 可从来没有动过歪心思啊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大人饶命了 大人饶命 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我 谢大人开恩 我这就出去看看 是谁在坏大人好事 然后把他抓过来 听从大人发落 不许他 对了我五人口声 启上我也 也没什么奇怪的 就是一棵普通的老环树 嗯 什么人 出来 你说你小小厉鬼 在强哥面前装什么逼啊 被揍了吧 前世的记忆里 这个鬼好像是小兴的妈妈 说 你来这里干什么 大师啊 你刚才那一掌 可差点要了我的鬼命了 我就看大师您在这里一言不发 所以过来打个招呼而已 鬼话连篇 人有人道 鬼有鬼道 你跟我打什么招呼 说 你来干什么 大师 我说 我说 你散了这浩然正气吧 我受不了了 你别那么多废话 说重点 如果你不是小兴的妈妈 我早就一掌劈了你 大师 您刚才 刚才说什么 小兴 我儿子 您认识我儿子 不错 甚至过几天他也要来后山找你 如果你不想他也被后山这群鬼伤害的话 你知道怎么做 大师 我求求你 你可千万别让小兴来呀 我不想看到他惨死 你不就是这里最厉害的鬼吗 谁要我把你和其他小鬼送入轮回 不就完事了吗 不不不 大师 不是这样的 我本来就是学校的老师 又是小兴的妈妈 我肯定不会害他们的 只是一切 另有原因 另有原因 你说 好的大师 当年我在这里当老师之后 有一次学校老师们团见 我也去了 因为是野外 所以没地方上厕所 回来的时候 路上没注意 一脚踢到了一个小盒子 上面还有锁 我心想 会不会是之前别人到这里玩 留下来的首饰盒 小盒子 对 就是那个小盒子 如果不是我好奇心中 打开了它 也不会出这些事 更不会变成如今 这鬼不鬼的样子 大师 你一定不要让小兴来后山了 求求你了 盒子 什么盒子 里面发出了 哐当的声音 当时我就感觉 里面肯定是值钱的东西 而且当时 又四下无人 于是我就给校长 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先回家了 你别跪了 起来慢慢说吧 没事 我喜欢跪着 我就跪着跟大师说吧 后来我就打了 计程车回到了家 我越想越好奇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我在小区旁的一个拐角 找了个石头砸了一下 没想到那个锁一下就开了 但是墨盒里面 却并没有什么金银珠宝 而是一块木牌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 自己除了思维清楚之外 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仿佛身体就像被控制了一般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那么 你捡到并且砸开的木盒 就是黑沙护法的藏身之处 而你打开木盒 拿出牌位 便给了它附身的机会 如果是这样 那么此前造成的杀结业力 便不在你的身上 让我想想 黑沙护法 黑沙教 这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 你带我找他去 我要亲自回他一回 这 大师您道法高深可以对付他 但是我 我担心他杀了我 我能不能不去 你他娘的都已经是个鬼了 又不是没死过 怕什么 前面带路 少废话 咱们统计一下 现在有多少人去 除了咱们六个人之外 还有小桃要去 所以咱们就七个女生 男生那边有几个呀 你们都喊了谁 我和小文还有阿里 我们上次遇到了二狗 小巫 还有红米 他们三个应该是去的 那就三个 加上我和彩尔汉的黄友 就四个男生了 就四个男生去吗 哎呀 一会他们下课的时候 问问就知道了 我估计 男生去的应该不少 谁让我们都长得这么好看呢 我就担心一个男生班 到时候都去了 那就尴尬了 我倒是觉得人多热闹点 而且你们不是说后山闹鬼吗 人多的话 就不用害怕了 对不对 哎呀小兔 你不是不敢去吗 现在又敢去了 是不是看上了哪个帅哥 红米还是小巫啊 跟我们说说呗 我们不跟你抢 讨厌 不跟你们玩了 同学们 国学其实是人类 在大自然的环境中 误出的更适合发展的 一种知识的沉淀 就像爱因斯坦和霍金一样 这两位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 在自己最后的论文上 都表示自己相信神学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科技 其实都只是被发现 就如同电一样 自然界中本来就有 只是被人类发现了而已 因为道就是万物 而万物皆是道 你们听懂了吗 番茄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原来是小明同学啊 你请说 好的老师 是这样的 您刚才说 自然界中很多东西 都早已存在 只是被我们人类发现了而已 那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如果没有被发现 它是在 还是不在呢 又怎么知道它是存在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看来你有在认真听课 那么 有没有同学知道 这个问题的原理呢 我看二狗同学 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啊 二狗同学 你来回答问题 老师 我 我不知道啊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 我不会 我想只有老师 您这样学识渊博的人 才能解答吧 话是这么说 但老师还是想听听 同学们的看法和意见啊 不过既然 二狗同学这么说的话 那老师就为大家解惑一番 你们都听过 量子纠缠吧 这个实验 就证明到的规律 二狗还有小明同学 你们两先坐下 量子纠缠这个实验 其实说的很简单 说的是光 但也可以是万物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因或阳 就像光 要么是粒子 要么是波 当你没有看光的时候 它就是波 当你看它的时候 它就是粒子 那换位思考一下 当你看到手机的时候 它就是手机 当你没看到手机的时候 它可以是手机 也可以是空气 也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 明白了吗 你看到了才有了这一切 当你还没有来到 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对于你来说 是真的存在 还是虚假的存在 那你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是不是很玄乎 所以当这个问题 继续深度挖掘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地 引导进入了玄学领域 这也是为什么 科学进步得越快 玄学反而越可信的原因 老师 我也有个问题 哦 什么问题你说 老师啊 您说这个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鬼啊 怎么会忽然问这个问题呢 刚才咱们说的 量子纠缠的道理之中 就说明了一切啊 任何东西 当你看到的时候 它就是存在的 当你没看到的时候 它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 任何一种状态 再说了 有鬼没鬼这个话题 早就已经争论无数年了 信则有 不信则无 千万不要被封建迷信 荼毒知道吗 任何事情 都要有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之前的教学楼 也太破了吧 而且一股臭味 那个什么 怎么进去你说的地下室 大师 您跟我来就行了 大师 前面我就不进去了 那里有一面镜子 它就藏在镜子里 知道了 你先去上面 把之前教学楼里面 所有冤死的学生 全部都喊过来 等我出来之后 替你们超度轮回 让你们再世为人 多谢大师 我这就去 有客人来了 也不出来迎接 怎么 这就是黑沙护法的代客 知道吗 朋友来了 自然好酒好菜招待 只是阁下贸然闯入 不知是敌还是有呢 抓到你了 给我出来吧 说 为什么要害人 我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鬼话连篇 看你身上煞气缭绕 还被逼无奈 哼 现在我就要替那些冤魂 讨回公道 大风起 细雨飞扬 无被修行走四方 若见人间不平视 天赐妙法阵雷伤 太极掌心雷 不对 不是本事 帮你修行的悬门道 你连我的分身都看不出来 臭小子 你也太垃圾了 放肆 有本事出来 若是你不出来 我便把这里炸得稀巴烂 看你躲到哪里 小子 有种你试试 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我 若是你能抓到我 本座西京尊便 若是抓不到 本座可要出去大开杀戒了 发天 杨天兴 飞晶晶 听无令 天兵天将 速速前行 照 卧槽 搞错了 是兵马召唤术 怎么倒一条狗 嗨 臭小子 见到本大神 还不下跪迎接 卧槽 狗怎么还会说话 我可去你的吧 你才是狗 你全家都是狗 本座乃二郎险胜 真君座下校月天狼视野 你个小毛孩 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 不过本大爷 也不跟你计较 说吧 召唤本大爷下来 有什么事 事先说好 本座出手 起步三个猪肘子 喂 喂 你怎么没反应 听到本座说话了没 三个太多了吗 那最少两个 你妈 这兵马召唤术 不会是假的吧 草蛋 你 你 你怎么变大了 变大了 声音也会更大 这样你就能听得见了 本座刚才跟你说的 你听到了没 你找本座下来什么事 啊 是这样的 狗哥 我在这里抓一个鬼 是什么黑沙叫的 他躲在镜子里 我找不到 所以就用了兵马召唤术 没想到把你召唤下来了 你刚才说 你出手至少两个猪肘子是吧 行 只要你能帮我把这个混蛋抓到 我给你买五个猪肘子 老子是叫月天狼 不是狗 不过你刚才说 帮你抓住这个混蛋 你给我买五个猪肘子 此话当真 当然是真的了 只要你能抓住他 好 要死的要活的 活的 我还要问他一点事呢 麻烦狗哥了 小子 你等着 臭小子 你可太搞笑了 居然放一条狗来找我 草尼玛 你居然说我是狗 看来本作今天 要让你开开眼了 小月天狼 变身 小月天狼 敏捷形态 笑死本作 你们两个傻逼 哼 别高兴得太早 本作已经知道 你藏在哪了 我曹 这会真的是 笑月天狼 能抓到这个老鬼 我还是跟过去看看吧 总有点不放心 下课的同学们 那个刘燕 你留下 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老师 什么问题啊 那个什么 主任说你是 山上警道长的徒弟是吗 对啊 怎么了 我来这里上课 是因主任的安排啊 而且办过手续的 我知道 我问你的不是这个问题 是一些关于那方面的事 那方面的事 哪个方面啊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你既然是 警道长的徒弟 那你抓鬼 肯定有一手咯 我就是想问问你 我有没有 被脏东西给缠着 如果有的话 帮我把它给抓住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稍等 我用八卦镜看一下 没看到脏东西 老师你这么善良 而且有正义感 只不会碰到那些东西的 是吧 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你确定这个东西 能看得准吧 可别骗我 当然不会骗人了 我等修行之人 最忌讳的就是说谎 老师你最近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不然为什么 问我这个呢 可不是嘛 前几天和小光老师 去算命 算命瞎子 说我七天之内 有血光之灾 整得我这几天 都精神恍惚的 你刚才确定 我没事对吧 用八卦镜看的时候 的确没看到 什么脏东西 就是看到 老师脸上黑气缭绕 印堂有点发黑 我觉得可能是老师 最近心理压力大 有点精神衰弱吧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啊 以后在学校 有什么困难 就跟老师说 老师等一下 我这里有一张平安符 你拿着 放在身边 不要沾水 哎呀 那怎么好意思呢 二狗去找阿黎了 我和小巫肯定去啊 是吧小巫 对啊 我家里还有烧烤价呢 是上次出去玩的时候 买的 还没用呢 到时候我刚好 把她拿过来 你们女生班 还有人去吗 哎呀小巫 我都不好意思拆穿你 你问的是小兔吧 小兔本来是不去的 但是后来呢 在我们几个人的 开导之下 她也愿意去了 那可真的太好了 三位好姐姐 一定要在小兔面前 多说说我的好话哦 周六的时候 我给你们多烤点肉 好说好说 那个我们要去上课了 回头聊 这位小姐姐请慢 想必你就是 女生班的桃花仙子 苏小桃吧 在下红米 不知道能不能加一下 小姐姐的微信吗 加我微信 这么突然吗 我 我还没准备好呢 你找其他人要吧 卧槽 老红 你来真大 兄弟 我喜欢她身上淡淡的 桃花香味 Fuck 我爱死她了 那个阿黎啊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啊 我最喜欢红色 所以我喜欢穿红色的衣服 你看 我的裙子好看吗 好看 我 我也喜欢红色 你看 我的领带 也是红色的 嘿嘿 看来我们 有共同的爱好啊 还有 你看教学楼的颜色 也是红色的 真巧啊 是挺巧的 妈的 这个傻逼 喊我过来聊天就聊这个 老娘还以为 要跟我告白呢 那什么 你还有其他事吗 如果没事的话 我去上课了呀 阿黎 等一下 臭小子 还翘了吗 要跟我告白了吗 好紧张 好刺激 好激动 他要干什么 我还没准备好呢 阿黎 请闭上你的眼睛 我得天 不是吧 难道还有意外惊喜 来吧 Come on baby 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居然在摸我的脸 哎呀 羞死人了 他不会要亲我吧 好了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二狗 你刚才在干什么呀 哦 没事 你刚才转身的时候 我看到你头发上 落下了一个蜘蛛 所以帮你抓住它 你看 就是这个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很勇敢啊 气死老娘了 对 这老娘们也太脱辣了吧 不然不费事 我二狗看中的妞 再见 孩子们 从现在开始 咱们全部待在这里 等待我的命令 没有为什么 安静待着救世 若是一切顺利 孩子们 你们便可以出去了 杨欢欢呢 为什么今天没看到杨欢欢 那就不管他了 咱们在这里等着救世 也不知道大师在下面怎么样呢 有没有把黑沙护法给解决掉 能否逃离这个鬼地方 就看这一次 妖孽 哪里逃 臭小子 快过来 他已经被我抓到了 放开我 快放开你 是可杀不可辱 你的狗 别拿屁股坐在我身上 曹你大爷的 老子才不是狗 本座乃是二郎 贤胜真君坐下 教育天狼事也 你再骂一句 老子咬死你 我的天 天狼大哥果然好实力啊 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这个妖魔拿下了 太帅了 小子 你别拍我马屁 这家伙总算是抓到了 现在怎么弄 要不要本座一巴掌 拍死他 来吧 杀了我吧 好 老子这就咬死你 慢着 天狼大哥且慢 我有话要问他 你叫黑鲨护法是吧 为什么叫黑鲨护法 黑鲨是一个什么组织 说出来 我让你死得痛快 否则 定会让你尝尝 太极掌心雷的滋味 小伙子 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故事吧 说完 你就全知道了 嗯 那你就说一下吧 刚好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如此丧心病毒 来来来 你说本座也喜欢听故事 好 我出生在清朝的广宁府 距离现在也有两百多年了 十六岁的时候 中了秀才 之后去了一个富家千金 本来也是神仙眷侣般的日子 可是没想到 妻子再一次去炎华寺祈福的时候 被知府家的儿子看上了 那个家伙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还是皇亲国妻 见到谁家有漂亮的小媳妇 就直接上门掳走 普通老百姓根本撞到无门 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 就立刻去知府衙门要人 可没想到被门房一棍子就敲晕了 哎 只恨自己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大街上 周围全是人物 我于是又去知府衙门要人 可没想到 又被乱棍打出 要是再来闹事 你就死定了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 同乡的一个挑夫路过 把我背回了家 回到家后 他告诉了我一个不幸的消息 那就是我的妻子 已经上吊自杀了 我恨啊 为什么自己手无腹肌之力 我去上到朝廷 去巡抚那里告状 可官官相护 巡抚私下派人 通知了知府 甚至把当时 被我回家的同乡 也给活活打死 不仅如此 还有莫须有的罪名 将我爹我娘 还有岳父岳母 全部收入大牢 满门抄斩 当时我就想着 我一定要复仇 于是我四处 找人拜师学艺 足足找了三年多 什么本事都没学到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遇到了黑沙教的教主 是他 他让我重新燃起了 生命的希望 他给了我修炼的机会 复仇的火焰 促使着我在短短两年之内 就学会了血引魔王精 虽然这是邪法 需要每个月吸食 一鸣男童的精血 但它的作用非常厉害 随着修炼时间变长 我便难以控制自己了 起初我只对 作恶多端的家庭下手 但是后来 为了报仇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在修炼到了 第四个年头的时候 我将血引魔王精 修炼到了小城境界 成为了黑沙教的护法之一 于是我集结了 三十名黑沙教的好手 一夜之间 将当年参与灭闻案的 巡抚一家 还有知府一家 共计三百多人 全部给砍了 尤其是那个 卢走我媳妇的知府家的儿子 我更是将他活活打死 哈哈 报仇就是爽了 哪怕是现在 我也不后悔 当年的所作所为 在后来 黑沙教被江湖 正道联盟一起围攻 教主惨死 只有我逃出生天 于是便开始了 躲躲藏藏的日子 但还是被人找到了 叫什么刘三真人 大战一场之后 我身受重伤 一缕神石 躲进了自己的令牌之中 这也是黑沙教的灵器之一 用天山阴木雕刻而成 所以纵然的 刘三真人 道法高深 也难耐我何 最后他将令牌封印 装在了小盒子之中 而之后的几十年间 我都在小盒子里面 直到十几年前 被这个所谓的 小敌老师捡到 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事情 哈哈 老夫这一生 也算是波澜壮阔啊 杀了我吧 哼 你虽然惨遭祸事 身上背负血海深仇 但这也不是你 残害无辜之人的借口 你罪孽深重 多说无意 下地狱去 大风起西云飞扬 无备修行的死亡 若见人间不平视 天赐妙法阵雷伤 高级无敌态局 掌心雷加强 跑步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臭小子 你把他拍死了 他怎么还在笑啊 可能是他得到解脱了吧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 都在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深陷在命运的黑暗之中 无法自拔 只有当被外来的因果干涉之后 才会猛然醒悟 这或许也是他最后 显出真身的原因吧 他可能也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你小子 感慨个屁啊 废话真多 赶紧带本座 去买猪肘子去 我已经等不及了 吃完了 我还要上去交差呢 我记着呢天狼哥 那咱们先出去 上面还有一群鬼 等着我超度呢 等这件事情弄完了 我带你去买猪肘子 行不行 小老弟啊 不是我说你 你破事可真多 那还不赶紧走 我他妈都要流口水了 啊啊啊 班晴 你怎么感觉精神状态这么好 发生了什么事啊 自从下课回来就笑眯眯的 嘿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那个叫刘燕的小子 居然是个小道士 还是因主任从山上请下来的 今晚刚好上我的课 所以下课的时候 我就让他帮我看了看 你猜怎么着 他说我没事 不要紧 或许是咱们这两天 精神压力太大了 你也别想太多 我操 你个老番茄 这种事情居然不叫我 算了 我明天也去找他帮忙看看 今晚轮到你值班了 我就先回去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兄弟们 你们知道吗 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隔壁宿舍的二狗 晚上被阿里打了一拳 好家伙 这二狗可真的猛啊 你们猜发生了什么 二狗被揍了 二狗这家伙一向不走寻常路 莫非他喜欢那个男人婆 然后跟阿里表白 结果被揍了 哈哈哈哈 那个男人婆 我印象特别深刻 有一次我没带手机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课 问了一下他时间 就被他给骂了 太婆娜了 哈哈哈哈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 那个男人婆找二狗表白 二狗不干 结果被他给揍了啊 哈哈哈哈 狗哥 你这是要笑死我吗 人家阿里都闭上眼睛了 都准备好让你亲他了 结果你搞了个乌龙 难怪人家揍你 不过话说回来 你真的喜欢那个男人婆吗 我也不知道 可是现在心里 就莫名其妙地想着他 哎呀 烦死了 兄弟们 你们也觉得他对我有意思吗 哈哈哈哈 你个傻逼 人家对你没意思 会跟你去小亭子吗 不过你今晚这样干 确实伤了人家的心 按我说啊 你明天买一束花 送给他吧 女孩子不都喜欢花吗 他如果收下了 就代表他原谅你了 如果他不收 你就直接跪在地下不起来 告诉他 今天你不收下这朵花 老子田二狗就不起来了 你这什么破办法 那么多人看到 多丢人啊 强哥 要不明天你去帮我 跟他传个话 就说我今晚 还约他在老地方见面 没问题啊 不过二狗 我可劝你不要做田狗 双向奔赴才是真正的感情 不过我也没资格说你们 反正我上大学 是不会谈恋爱的 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更重要的使命 强哥是什么 奇怪啊 怎么阿里和彩儿还没回来 小林也是 他们去哪了呀 我也不知道了 下课之后就没见到他们 同辉小桃 你们见到他们了没 我看到阿里了 二狗来找他 他们估计约会去了吧 应该一会就回来了 至于彩儿和小林 嫁客他们就跑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哎呀 你们真笨 给他们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等他们回消息吧 走了 洗澡睡觉去了 你看 我就说这里可以过去吧 这个网不知道是被谁弄破的 刚好可以一个人通过 是的 刚好咱们可以从这里过去 时间不早了 咱们回去吧 彩儿 你想不想进去看看 顺便踩个点 明天白天咱们找个时间来看呗 这么晚了 我有点害怕呀 哎呀 来都来了 咱们又不去深处 就在这附近逛逛 反正回去也没事干 走了 哎呀 明天再去呀 天地为力 与我神方 前有皇神 后有岳章 轮回之术 尾门 开 好了 尾门关已经开了 从这里进去之后 便可以投入轮回 再是为人 去吧 孩子们 进去吧 若有机会 下辈子再见 嗯 小迪老师 你怎么不进去 大师啊 我知道你倒横高深 所以我想求您一件事 就是 能不能让我和我儿子见一面 我 我想在临走之前 见见他 你这老鬼 咋能多破事呢 赶紧进去投胎 大师啊 我求求您了 我只想再见我儿子一面 您就当成全一个母亲最后的心愿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 行 你起来吧 只是你是鬼魂 而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藏身的东西 我怎么带你出去呢 小子你跟一个老鬼 说这么多废话 干什么啊 送他投胎 还不去 现在还要带他出去 我丢 你可真是个大傻逼 这样 我有个办法 那个老鬼 你进入我胸口的铃铛之中吧 我就免为其 难得再帮你一阵 不过事先说好 每天三顿 顿顿至少两个猪肘子 不算刚才帮你抓住的老鬼 那就多谢大师了 看什么看啊 这里搞定了 走啊 快带我出去玩 不对 还有一个鬼 杨欢欢 怎么没见到这个鬼 那个小笛老师 杨欢欢呢 大师 杨欢欢去哪里了 我也不清楚 今天晚上集合的时候就没见到他了 他很奇怪 这里的阵法 好像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出去的 这里的阵法对他没用 也是 否则我也不会见到他 但他是个狐蹄子 应该不是坏手 但也不确定他会不会做坏事 那他去哪 不行 我来算一下 怎么会和二斗有关系 对 二斗耳朵后面的生死 莫非 糟糕 我操你跑什么 等等我 现在不怕了吧 我跟你说 什么都没有 咱们就选这个地方吧 这一片草地还比较大 咱们到时候刚好可以在这里扎几个帐篷 这里的空间确实很大 我也感觉挺合适的 只不过这里都是草地 如果烧烤的话 要注意防火安全 毕竟现在是秋冬季节 都很干燥 说得对 男生们肯定想不到这一点 草儿果然很细心啊 咦 那是什么 一个红色的影子 五层 伍曹 传我们过来了 快跑啊 小子 你在看什么 我感觉到这里有一股阴气 应该是有鬼怪来过 想必就是杨欢欢 天狼大哥 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就这个气息 你感受一下 妈的 你小子事也太多了吧 行 我一并帮你干了 但干活归干活 咱们一马一马得分清 这一次帮你找鬼 一口架三根 行 没问题 等这里面的事情 全部解决了 我就去卤菜店 每样都给你来一份 让天狼哥吃到爽 好 一言为定 跟我来 小子 这是什么地方啊 阳气很重啊 天狼大哥 这是我们的学生宿舍 男生们都住在这一栋 阳气肯定很重啊 你闻到女鬼的气息了吗 他去哪了 你真的是一点眼力 剑都没有 本座都把你带到这里来了 肯定他来这里了 不过很奇怪 这里阳气这么重 他怎么敢来 难道不怕 被阳气冲散吗 天狼哥听说过 生死桥吗 生死桥 配明昏 杨有阴 来阴随阳 两人共享一条命 不错 二狗被下了生死桥 我也不知道是谁下的 更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和杨欢欢扯到一起 这下完蛋 生死桥名曰 即下即成 最迟三天就会完成 若是不想办法 二狗就玩狗 说得不错 不过小子 生死桥 这种事 我就帮不了你了 你知道 怎么做吧 不管那么多了 先去看看再说 分身的用处也到时候了 吓死我了 有风吹起来 红色的围巾啊 塑料袋啊 什么的 走吧 回宿舍 分身 二狗晚上有没有什么异常 没什么特别异常的地方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呼噜声特别大 好像在做梦吧 嘻嘻哈哈的笑 很有可能是生死桥的作用 女鬼进入了二狗的梦境之中 因为我没有道行 所以也查看不到 这么说的话 那只能施展入梦之术 宿舍里面随便找个 二狗用的东西 到时候进入她的梦境 看见她 快点了 马上天都要亮了 还在这里 嘻嘻叨叨 分身 准备好了吗 哇塞 大变活人啊 不过没有 我的变身术厉害 那是自然 天狼大哥的变身术 乃是神仙妙法 而我这个只不过 去去障眼法而已 走吧 咱们去宿舍 呦哈 你小子还挺有眼力见的 不错 等等我 施展入梦之术 进入别人的梦境 最好是入梦之人的 贴身衣物 或用过的东西 可二狗的外套伤 都拿去洗过 这浑身上下 哪有贴身衣物 什么东西这么臭 卧槽 这他妈也太臭了 都硬了 我日 不行 看看有没有什么 其他东西 这你妈太冷静了 下不去手 卧槽 你小子 默默唧唧的干啥啊 还不抓紧时间 算了 臭就臭了 能救命就行 拖出去 龙虎骄兵 照我分明 心神合一 第四营 入梦之术 零 这里就是二狗的梦境 风景还不错 这家伙还想得还挺美 什么声音 各位亲朋好友们 今天是我和杨欢欢结婚的日子 感谢大家来捧场啊 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新人准备好了吗 要开始拜天地了 准备好了 我们这就过来 我曹 二狗这是在干什么 结婚了 和杨欢欢 你妈 怎么整这属 一拜天地 不能拜 二狗 你在干什么 强哥 我在结婚啊 咦 咱们两个强哥 二狗 你被下生死桥了 这是明婚 千万不要拜堂 一切都是假的 散 刘强 你为何要来换我好事 真是笑话 我本来以为你吃了菩提子 会是一个好鬼 还准备替你找个富贵人家投胎 却没想到 你竟然给二狗下生死桥 好算计啊 说 你为什么要缠着二狗 强哥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怎么感觉云里雾里的 二狗 他是坏人 他要阻止我们两结婚 他不让我们在一起 你还在这妖言祸重 老子一掌拍死你 雷 雷法 妖孽 受死吧 强哥不要 妖孽 你还想跑 今天你死定了 二狗 你感觉怎么样 强哥 我 我感觉自己像要蛤屁了 不会的 你不会有事的 你只是一时淡泊而已 你别睡 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大师 没用的 任何魂魄只要被雷法所伤 创伤都是永久性的 没办法了 你就不了他 嗯 杨欢欢 二狗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给他下生死桥 为什么要这样害他 二狗哪里对不起你了 二狗没有哪里对不起我 是我喜欢二狗 他也愿意娶我 一派胡言 鬼和人怎么能结婚呢 真是荒天下之大谬 那你就听听我和二狗的故事吧 在你还没有来到学校的时候 我就已经见过二狗了 因为小迪老师让我们替他找落单的学生 于是我就只能每天守在通往后山的那道破网旁边 警告过往的学生 不要去后山 因为那里闹鬼 有些学生挺害怕的 有些学生不听劝 于是我便献出原形吓唬他们 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法 救他们一命 小姐姐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这条路是去哪里的 哈哈哈哈 你这个变脸有点东西啊 你是不是学穿剧的 穿你老母 我是女鬼 吃人的女鬼 赶紧走 别来这个地方 哇哦 原来女鬼就是长这个样子啊 小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啊 是不是所有的女鬼都长得你这么好看呀 我们能交个朋友吗 我也不知道他哪跟筋搭错了 别人见到鬼都躲得远远的 他倒好 非要跟我交朋友 但我是鬼啊 我又不能天天跟他待在一块 后来他说他看过一个传说 咱们虽然不能在现实中交朋友 但咱们可以在梦里交朋友啊 你可以来我的梦里面啊 对吧 你看很多人死去了 都会给家人托梦 所以你们鬼肯定能进入别人的梦里 那你以后就来梦里找我就好了啊 大师啊 我做鬼已经十年了 我也想交个朋友啊 于是我就答应了 但我也不敢经常去找他 担心他因此阳气受损 但是他前天却来找我了 说他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那个谁 欢欢啊 我以后不来找你了 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他好像也挺喜欢我的 咱们之间以后就不要联系了啊 再见 二狗 你不来找我了吗 哼 你这个负心汉 你怎么能喜欢其他女人呢 姐姐 拜托 你是女鬼哀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我以后还要结婚生孩子呢 你怎么跟我结婚啊 是不是 所以咱们就拜拜了 那是不是我能和你结婚 你就答应跟我在一起了 别开玩笑了 鬼和人 怎么结婚啊 真的是 好 只要你能跟我结婚 我就跟你在一起 你还真搞笑 走了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了二狗 但我脑海中就一直闪着那句话 只要我能跟他结婚 他就跟我在一起 加上之前我去过他的梦里 所以我就决定在梦里和他结婚 这样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 二狗啊二狗 你也太没谈了 女鬼你都敢上 哎 我也是无语了 或许这也是你的命解吧 大师 如今二狗已经被你伤了神魂 我有一个办法补全他的魂魄 而且我和他还能永远地在一起 你的意思是 舍魂 牺牲你自己 融入二狗的灵魂之中 是的 大师替我解开封印吧 二狗 如果有下辈子 你一定要娶我 知道吗 没事了 走吧 哥带你出去 你小子这如梦术用得不错啊 没想到人居然被你拉回来了 不过怎么阴气和阳气混在一起了 奇奇怪怪的 管他呢 人就回来了就成 对了 二狗 你感觉怎么样 嗯 姜哥 你在跟谁说话了 你别吓我了 我现在感觉还好啊 刚才好像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好 没事就行 我刚才看你一直说梦话呢 一会哭一会笑的 吓我一跳 没事 继续睡觉 我操 二狗你快来看 强哥怎么和这个小狗睡在一起啊 我他妈要你说 我早就发现了 但是这小狗哪来的啊 难道是强哥养的 也不对啊 看来只有等 强哥醒了 问问他才知道 你怎么早就发现了 是我先发现的 嗯 这狗是我二大爷养的 明白了吧 我见他可爱 所以就把他抱回来了 他早上吧 狗早上都要拉巴巴的 所以不管他 哦 原来是这样 对了强哥 跟你说个事啊 什么事啊 这么神秘 你说就是了 就是 女生班的几个女孩子 准备和咱们班男生们一起 做一个联谊活动 晚上一起聚餐 吃烧烤什么的 咱们一起呗 晚上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吗 不是 是明天晚上 今天礼拜五 晚上还有课 对 是明天晚上 小明啊 你再去看看 咱们早餐好了没 也太慢了吧 二狗就在前面吃早餐呢 你不去跟他说两句 说个屁 老娘都被他气死了 就是个傻逼 待会吃过早餐 再跟他算账 学校这食堂 什么都好 就是太慢了 可能早上吃东西的人 太多了吧 我去催一下 兄弟啊 想见鬼的方法 可太多了 怎么 你怎么 突然问这个问题 你想干什么啊 不干什么呢 我就是问问 觉得这东西挺神奇的 主要我没见过 你不是说你是道士吗 跟咱说说呗 也好像咱长长见识啊 这玩意 有啥好研究的 网上一搜索都是 我简单跟你说几个吧 第一种方法 就是电视上经常演的 用牛眼泪和柳叶泡水擦眼镜 不过这种一般 是修行之初的人用的 没有修行过的人 擦了也白擦 第二种方法 就是在十字路口敲碗 半叶子时 找个没人的地方干 我师父当年 就让我敲过 我还以为是这老东西 装鬼吓我呢 没想到居然真的来了 第三种方法 也是最简单的 也是五叶子时 身体向前弯下腰 从两腿之间向后看 倒着看 便能看到 另外一个世界 不过这种事情 很危险 很多将要投胎的鬼会以为 你是准备出生的胎儿 正在邀请他来投胎呢 哦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就了解了 知道了 谢谢啊 客气啥啊 都等十分钟了要 那个什么 我去醋一下 催个锤子啊 催 今天就我一个人在烧早餐 哪忙得过来啊 你们先坐 一会好了叫你们行不行 大叔 不是我说 我们都等快二十分钟了 我刚才就看你在玩手机 你赶紧给我们弄吧 我们就在这等着呢 哎呦好 偷个懒还被你小子发现了 行 现在就给你们弄 姜哥 那个就是小姓 我听说他是因主任 特招进来的 有时候跟他说话 他也爱搭不理的 就那个中分 看到了吗 二狗啊 你在这坐一会 我也去催一下早餐 你好啊童小 你瞅我干啥 啊 没事 就是看你长得挺帅的 来打个招呼啊 你可真够无聊的 没事别来烦我 谁愿意答应 要不是答应了小迪老师 我才懒得管你这过世 呵呵 大家都说你很高冷 看来说得不错 你真高冷 果然和小迪老师很像 你是什么瘾 咋会知道这些 想知道吗 出来说话吧 嗯 你说得可是怎样 那自然是真的了 就今天晚上吧 此时 也就是晚上十一点 学校后门口 我们在那里等你 好 一言为定 我一定准时到 嗯 好了 回去吃早餐吧 别让人发现了 今晚你也自己一个人过来 死二狗 你别跟我坐在一起 我讨厌你 别这样啊 昨晚对不起了 我不应该吓唬你 所以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 你就原谅我吧 哼 原谅你 你就这样空手哄女孩子啊 没诚意 这里人多 我不好意思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今晚老地方见了 我先撤了 爱你哦 死鬼玩得还挺花 翔子 不是我说你 你哪里搞的这个小狗啊 还给他买这么多猪肘子 你赶紧趁早把他撵走 别放我家 我受不了了 哎呀你个老闭灯 本大爷在你家 吃点东西怎么了 这是你的福分 草尼玛 这么多猪肘子下去 把本座的肚子都搞大了 我都变骰了 翔子 这狗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怎么呜呜乱叫 你赶紧把他搞走 本来还挺可爱的 现在又脏又腻 嘴又脏又腻 你个老逼灯 也不看看你 头发都掉光了 你比我更油腻 二大爷 那我就回学校了哈 一会儿要上课了 再见 我曹你大爷 竟给老子整这些破事 小姓这小子 这么晚出去 干什么 奇奇怪怪的 今天白天还问我 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不对劲 跟过去看看 哎呀 你怎么送人家 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人家不好意思了 你看你 又整这死出 给你你就拿着 一天到晚 搞这个样子 像话吗 快点 哦 知道了 以后别整天 搞一副男人婆的样子 多难看 女生就要有女生的样子 温柔一点 知道吗 知道了 二狗哥哥 这样行吗 还不错 以后就这样跟我说话 明白了吗 另外做我女朋友 有两个要求 第一不能在我面前 说我朋友的坏话 第二不准和其他男生 有亲密关系 好的 我知道了 对了 明天就是周六了 咱们晚上聚餐 你跟我坐在一起 好不好 好什么好 你再教我做事啊 我想坐哪里 就坐哪里 你看给你惯的 走了 小田哥哥 等等我呀 刘强 本座在这里的事情 已经完成了 这次下凡的感觉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要走了啊 好的天狼哥 有空就下来找我玩了 带你去买猪肘子 下次不吃了 这次吃多了 感觉有点窜息 哥走了 拜拜 大师果然道法高深 连这种神物 都能请下凡来 真是让人敬佩 别拍马屁了 应该是小姓来了 你们娘俩说说话吧 只有两个小时 超过子时 我就要送你去轮回了 我就在旁边 有事就叫我 去吧 给你们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他就要再入轮回 可能永远 你们都再也见不到了 我的兴儿长大了呀 来 给妈妈看看 妈妈 我苦命的儿啊 妈妈没有尽到 一个母亲的责任 在你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你了 这么多年 你肯定吃了很多苦 妈妈对不起你呀 妈妈 别这么说 我的妈妈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 谁都比不了 好多人都说 你四个坏女人 但我不相信 我相信我的妈妈 一定有苦衷的 妈妈 我好想你 儿子 妈妈也很想你呀 妈妈也想陪在你身边了 可是妈妈已经死了 妈妈变成了鬼 今日之后 恐怕永远也见不到我儿了 小姓啊 你一定要健康 快乐 幸福知道吗 你将来娶了媳妇 生了孩子 别忘了跟妈妈说一声哦 虽然妈妈看不到 但是妈妈 也会为你骄傲的 妈妈 我会的 我答应你 也不知道老大老妈 现在怎样 明天给他们打电话 报个平安 让他们多待一会儿 幸儿 你胸口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应到 你的心脏不好 妈妈 是以前跟人打架弄你 儿啊 以后不能跟人打架 可知道吗 要保护好自己 妈妈没用 没凝分 但是我希望 我儿子将来能出人头地 替妈妈争口气 妈妈这就帮你疗伤 不好 小气又在干什么 咱们有只鬼 跟他在一起 妖孽还不放开小气了 刘燕 过来 孩子 起来吧 时间差不多了 我也该走了 你要好好生活知道吗 我乐可去 小光 你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 我他妈买的彩票中了 虽然是二等奖 但也有三十万 哈哈 真是上天眷过 我终于可以买小汽车了 走 番茄 光哥今天请你吃饭 我的天 这么爽 走走走 今天非要载你一顿 肉串好了 要吃了自己来呢 你怎么不去吃烧烤啊 你不也没去吗 还有 昨晚的事情 谢谢了 幸亏被你拦下了 否则我肯定错杀了冤魂 没事 听师父说你的拳脚工作不错 要不要过两招 哎呀 你小子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来 吃我一拳 你们几个最近几个月的表现都还可以 上面已经批准减刑了 所以你们几个可以出去了 但是 以后要好好做人知道吗 再也不要干偷鸡摸狗 违法放贷以及扰乱社会的事情了 否则我饶不了你们 同学们 欢迎来到沙雕大学 作为本校的教导主任 在这里我宣布 咱们的校园惊魂 这布局圆满结局 那么 接下来让强子给大家说几句 那我就和大家简单地说几句吧 首先感谢所有小伙伴的支持和陪伴 才让我们的沙雕事业慢慢壮大 回忆往昔 我们进行沙雕动画的创作事已有一年多了 这一年时间里 有快乐 有欢笑 有伤感 也有愤怒 但沙雕小到是却没有感到迷茫 因为我相信 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 沙雕动画世界中那一颗最明亮的星星 不用怀疑 那都是大家赠予的光芒 所以 我要对大家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和祝福 祝所有支持我们事业的道友们永远不死 也预祝我们的友谊能够乘风破浪 经得起时间和岁月的考验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各位参演的道友了 让我们有请参与这部剧演出的道友们 听听大家有什么要说的话 各位尊敬的道友们 大家好呀 我是天江雨木 在本次的绝望校园第二部中 饰演的是校月天狼 感谢道长给了我这次出演的机会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进道长的作品里 也是第一次加入咱们道士团种 谢谢道长给了我这么一个有趣的角色 在此希望道长的视频越来越好 祝我们道士团的大家前途四景 一路长红 多一点快乐 少一点烦恼 嗨 各位沙雕道友们 你们好 我是小文 感谢道长 正是给予我的角色扮演 与此同时 也感谢一路陪伴道长的道友们 积极参与才有了我们大家的相遇 预祝道长的沙雕动画 风生水起 越做越好 大家好 我是二亮梁木瓜 我在第十集里边 提供一双臭袜子 我关注小道士也很久了 祝小道士后面越来越好 带来更多有意思精彩的作品 我们也会一直陪沙特小道士走下去的 加油 各位沙特小道友们 我是麦克维 我在学校园第二部 这部去送吃饭的西哥 十郎柯南的小祖师 然后感谢道长 能给我这样一次客战的机会 最后呢 送大家一句话 三年多了 先喝茶 走呀走 母水有什么多 我吃呀 不会肯等你 祝大家生活开心 玩手愉快 最后呢 学生蛋不要忘记 好好学习一天 下转 大家好 我是小姑 我第一次出演这个 然后其实也是挺激动的 本来我是比较想看 就是最后我会怎么杀青 没想到是一个比较好的大团演解决 但是也挺好的 比较遗憾的就是 没有 没有让我摸到 摸到这个天狼熊 我觉得它真的很好抓的感觉 如果有下次的话 我真的挺想试一试的 来吧 摸我吧 我要把你带回家 慢慢摸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里神 我参演的是这部《校园惊魂》当中 阿里这个角色 特别感谢道长给我这一次这个参演的机会 然后祝道长以后做的视频越来越好 人气越来越高 大家好 我是水卡小子 在《校园惊魂》这部作品中 客吻的是一个家丁 感谢道长给我这么一个参演的机会 我非常喜欢道长的作品 情节紧凑 一气合成 为作品争篇了不少的魅力 祝各位道友 天天开心 快快乐乐 大家好 我是勇士之力 这次呢 在道长的《校园惊魂》这部作品里呢 扮演的是黄勇 小黄 大家好 我是岳同辉 我在这次道长的《校园惊魂》里面扮演的是学生 同辉 这个道长的作品是越来越好看了 同辉那个不好意思说了 行 那就这样吧 祝道长越来越棒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在《校园惊魂》这部剧中 我演的是杨小明 我也希望在生活中能够去开一家密血槟城 在这以后 祝道长的视频越做越好 新人过来看道长的视频 记得点点关注 然后再一键三连 谢谢道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朵波波 我在这中餐演的是一斤斤兔 然后我想大家说的是 哪怕我们知道最后会可能会被吃掉 或者是可能会被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还是要用力吃饭 每天好好的吃胡萝卜哟 大家好 我是华马商 在剧中扮演的是酸鸣的虾子 虽然好像没啥存在感 不过正合我意 然后就希望路过的朋友们 给杀雕小的时间联赏 可以的话三连支持一波 毕竟这么高质量的杀雕的阿破主 可是很少见的 然后最后祝点赞 关注和三连的道友们 身体健康万事无异 也祝杀雕小道士的视频越来越好 哈喽各位道友 各位观众来源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燕 在本次的校园惊恐中 我饰演的还是刘燕这个角色 虽然本次出场的次数并不是很多 但是很感谢道长 这次没把我给写死 而且这次的结局还是挺不错的 是个美好结局 嗯 就是这次的这部剧 比以往的都短了一点 感觉没有看过瘾 所以希望道长 赶快更新下部剧 希望 喜欢道长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给道长点个关注 并一键三连 我们大家也来给道长 多一些鼓励以及动力 让他抓紧时间更新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加入我们的道友团 让我们一起创造属于 我们自己的故事 好了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各位观众来源们 咱们下部剧中 再见 那么 亲爱的道友们 咱们下部剧再见了 什么啊 咱们下部剧 咱们下部剧 咱们下部剧